叶秀姊姊 婴儿 陈哥闪开 赵叔 小臣 九叔 我查过了 九井呢 他就住这一间 想不到啊 九井居然住在三等仓啊 我们都在头等仓找 哪知道他在这儿啊 等等等等 我看一下有没有斧头啊 等一下 不能等了 龙头一定在里面嘛 我来撞啊 哎呀 斧头是没有用的 用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吃饭的家伙 喂 有没有用啊 你不要乱搞啊 请吧 做个纪念吧 奇怪啊 他能把龙头藏什么地方啊 会不会他根本就没把龙头放在身边 什么 是啊 是啊 他得了龙头 然后交给他的人 他就跟月秀出去玩 九井不会这样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得了龙头之后 就没有交给日本军部 而是私自带着龙头跑了 这个九井好鬼啊 现在军部派人到处追击他 我猜他不敢把龙头交给别人的 再找啊 喂 你只知道掏别人包啊 那里放得了龙头吗 哎呀我看有没有信啊什么的 也许有龙头的消息呢 哎 婴儿说得对 九叔 你看 这是旅社的订房单 台北黑猫大旅社203 怎么回事啊 哎 这豆腐大的地方全都找遍了 别说龙头 连蟑螂头也找不到啊 哎 九叔 军部的人在找九井啊 我想他不会冒险把龙头 载在身边的 很可能是从另外一条路 把龙头运走了 运到哪儿去了呢 黑猫大旅社 好了我们到了 哎九叔 万一旅社的人认识九井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认识九井 你就是九井的助手 那我是助手的助手 哎 没有你的事啊 你的话的不要多说 什么叫没我事啊 如果不是我用发架开门 你们知道这地方吗 九叔你评评理 他是过河拆桥 对对对 全都靠婴儿 没有婴儿不行啊 我们的房间的三二零 三零二 这是 二零三房间 这是订单看看 您是九井先生 对 他是九井先生 被他看出来了 二零三房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阿财 帮他们把行李拿上去 好 不许动 我伺候你们几位 我伺候你们几位 你少来了 你这一套我还不知道 你拎上去了 趁我们不注意 你一溜就走了 婴儿让他提了 九叔 我在码头常干这种事 喂 这里的码头都不是 行了一弟 让他拿走 行了行了 提上去吧 来 这房间得多少钱哪 阿教授 我们带了多少钱哪 我们在这个房间大概要住一两天吧 我们的人的三个 这个房间的比较 懂不懂 房间的比较 这房间已经有人付过账了 什么人干的 李谦先生 李谦 没你的事了 本来嘛 想住大一点的房间的 现在嘛 算了 没关系 好 伙计 来 拿着 给给给 好 谢谢 去吧 有人付账 不要钱 真好 小春 你知道李谦是谁吗 等等 九井的本子上有李谦的名字 可是谁我不知道啊 这间房子呢 是九井订的 龙头会不会藏在这儿 我在柜台问过 没有人寄来包裹他 对呀 九井的龙头呢 喂 喂 干嘛 找龙头啊 像你 这么懒 等等 这个 水果香蕉的 一共多少钱一斤 这是李谦先生赠送的水果 李谦 又是李谦 这个李谦 可真够意思 小春啊 这个李谦这么八级修景 一定会有名堂的 香 比我在厦门吃的还香 厦门还有香蕉吃的啊 不错嘛 那 那是运香蕉的车 我们偷的 又是奇巧福啊 嗯 九叔啊 嗯 我们该怎么做 龙头在什么地方啊 会不会在李谦的手上呢 哎 那怎么办啊 酒井和李谦一定是很熟的 酒井的行李全部都在我们这儿啊 就证件啊 这个还有信函啊还有 我看呢 不如这样啊 你来冒充一下那个酒井的助手 一定没问题的 嗯 是啊 龙头是我弄丢的啊 我当然有责任把它找回来啊 好了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 没问题啊 嘿嘿 小春好样的呀 我也不怕 春哥 我跟你一起死 别别别别别 大吉大利啊 菩萨卯悠啊 婴儿说话不算数啊 不要听他的 九叔 他办酒井 那我呢 你呢 呃 你 我看啊 你去办酒井的仆人 什么 不用问 肯定是李谦先生搜好东西来了 哦 这是李谦先生的琴帖 看看是什么 请什么 九叔 李先晚上请吃饭啊 嗯 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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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早晚是要见他的 你怕什么呢 他请的是九警和月秀两个人哪 哎 这个李谦真是不简单呢 居然知道九警与月秀的关系啊 哦 对不起 月秀没有来台湾行不行啊 哎 当然不行啦 他敢发两个人的情帖 他就知道九警和月秀全都来了台湾了 可我哪去找月秀啊 我哪有月秀给他们看呢 让我来想想 别想了 我就是月秀 你 干嘛这样看我 我不行啊 嗯 你知道月秀是干什么的 嗯 嗯 叫 叫什么花 什么花呗 嗯 叫什么花呗 叫什么花呗 叫计花 我知道 叫计花 嗯 那你知道叫计花是干什么的吗 是叫花啊 还是叫厕所啊 反正不是月秀花 叫计花是什么呢 你懂不懂 叫会唱歌 会跳舞 会喝酒 能陪人聊天 让男人吃豆腐啊 这几样你会哪一种 你懂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你又不是月秀吗 我不懂就不懂 你那么厉害干什么 那对不起啊 怎么办的九叔 嗯 哇 这么漂亮的衣服 我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婴儿 嗯 你拿去 穿一穿试试 我 是啊 穿成看啦 竹枝燕 我不会啊 究竟就是抽这个牌子的烟 是一定要抽的 嗯 抽 嗯 哎呀 啊 破啊 多抽几回就好了 嗯 记住啊 酒井是个老烟枪 你跟李谦交谈哪 有事没事的 你就得抽着烟哪 哇 教书啊 我看今天晚上一这顿饭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不用别人陪我吧 哎 酒井呢 他是个老古董 这李谦呢也是个内行 哎 对 所以说呢 他们是 三句话不离本行的 很容易穿帮啊 有女人就好多了 哎呀 可是我担心婴儿啊 有他在不用装就穿帮啊 哎 我们只有三个人 总不能让我办月秀吧 婴儿 好了没有 啊 来了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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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 你先了 你就是月秀 你走两步给我看一看 哎 停 哎呀你不对啊 这怎么能像焦继花呢 焦继花不是你这个样子啊 你像个当兵的女兵啊 那 我跟你讲啊 焦继花啊 那走路啊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那 要扭屁股啊 懂不懂 啊 会吗 不会 九叔你扭给他看 哎 哦 好的那我扭我扭啊 就一次啊 那手呢放这里啊 啊 放这儿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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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 你好 啊 啊 好 好 好 啊 走 喵 喵 先生 哎呀你很笨的 再来一次啊 喵喵喵 喵喵 没时间啦 晚宴之前你练得好嘛 你看看这个小春啊 为了办酒井 他正学着抽烟哪 春哥你没事吧 不能叫春哥了 要叫太郎 太郎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月秀啊 走路走路啊 哇九叔 他不能去啊 你看看哪点像月秀啊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 我倒为什么啊 可不能让婴儿受伤害嘛 对不对啊九叔 小春啊 嗯 凭良心讲 我真的不希望婴儿去干这件事情 我在哥哥面前是发过誓的 我要好好地照顾婴儿 你跟我去就行了嘛 有关古玩的事呢 你提点我一下 婴儿 婴儿就算了 嗯 什么 算了 龙头被骗的事 不赖春哥 都怪我 他本来不想交给九警的 是我非让他去的 所以 龙头 我应该夺回来 你看你啊 你哪里像月秀啊 不就扭屁股嘛 练练就行了 来不及啦 没时间哪 我天黑之前 一定扭好 要不然的话 我就学着乌龟 爬着去 那那那 九叔 小春 不要劝了 他跟喜悦哥哥的性格 一模一样 九头牛你也拉不动的 你看 走得还可以了 九叔 你这样也不行 你哪想跟九警是一伙的呀 怎么不行 啊 对啊 那你应该啊 剪剪头发 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 那这才像九警的秘书嘛 对不对 剪头发不行啊 啊 为了龙头 你得牺牲你的头 不就剪剪头发嘛 对啊 很快剪出来的 啊 三分钟啊 好了好了 为了龙头呢 我的剪就剪了 跟我练 扭屁股 我要学抽烟了 好 来 来一杯 开始 娘娘 李先生 李先生 好啊再来 你好 娘 娘 娘 李先生 你好 好 皇上 国公 我对不起你们 我对不起大清王朝 我对不起祖先 现在环境所破 我必须把头发剪掉 祝你 小匹 可 把头发剪掉 你 他 zou 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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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很像酒井嘛 不是这样的 就说 这个嘛这样咯 应该这样啊 喂 九叔 有没有看见婴儿啊 婴儿不是在房间里练走路吗 能有那么安静啊 奇怪啊 九叔你看 婴儿 快 错啦 我是月秀 他还要纠正我 他比你机灵啊 月秀 你一定快回来 太郎 我都一切就回来 喂 他是月秀 小姐擦鞋吧 好吧 好啊 那那九叔 他还擦着皮鞋了啊 婴儿学东西还是挺快的啊 你的皮鞋也脏了 我来帮你擦擦 来来来来 不用啊不用 你没擦过皮鞋吧 什么 过去了 我可干过擦皮鞋 你手法全错了 别动 别动 你们抬完擦皮鞋这么凶 说句话都不行啊 走 快走 快走 快开车 小姐 你弄错了 这不是出租车 开车 快点 要不然我开枪了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刚到台北一个人也不认识 没得罪人哪 少废话 好好开你的车 听见没有 我不该上你的车 是啊 你该上警车 对不起 都闭嘴 一直往前开 下车吧 月秀小姐 你们怎么认识我 酒井的女人谁不认识啊 下车 快点 你们到底要什么 我兜了又没钱 没钱没关系 有龙头就可以 龙头 你们搞错了 我真的没有龙头 酒井得了龙头 道上全知道了 他要是舍不得拿来换你的命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两位大哥 我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 我不是月秀 算了吧 酒井在二楼叫你的时候 我们全听到了 月秀小姐 得得得得 你们也说不清楚 这位先生 他跟我没关系 你们放了他 他 下辈子吧 叶秀小姐 有你这句话 死而无憾 闭嘴 把他们都带林子里去 走 快走 走 别动 走 你没事吧 哎呀 哎呀 这个婴儿他跑到哪儿去了 这到时候了 应该去见那个李迁了 婴儿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一定是迷路了 算了算了 喂 九叔啊 可没有婴儿就是没有月秀啊 就说月秀有事不能来 李迁请帖上约好十七点钟 日本人是不会迟到的 真的不等婴儿了 龙头很可能就在李迁的手中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我可能就很难拿回龙头了 那 怎么办呢 龙头大如天啊 不得了 走了 太对不起了 这怎么能怪你呢 咱们走吧 你的车都这样了怎么走啊 我 哎呀 对了 还有人请我吃大餐呢 来不及了 没事来得及 这带的路我挺熟的 我可以抄小路送你回去 你都不知道我在哪吃饭 那 谁请你吃饭的 就李什么的 李什么的 你看看你 请你吃饭的人太多了 连名字都忘了 这样吧 你送我回旅社 我问太郎就知道了 好啊 咱们走吧 杜总 告诉你们李谦先生 酒井先生来访 请 杜总 嗯 嗯 杜总 请问李先生他 很抱歉 李先生有事外出 很快就回来 请二位稍等 你们先用茶 嗯 请 没想到啊 这个龙头果然在这里 教书 嗯 前面就到了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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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你到底认不认得去黑猫的路啊 哎 我当然认识了 你看 穿过前面那条鞋 很快就到了 嗯 月秀小姐 我看你还是把鞋穿上 我看着挺冷的 你能追上我吗 我追你 嗯 试试看吧 哎 哎 嘿 月秀小姐 月秀小姐 嘿 嘿嘿嘿你追不上我吧 嗯 嗯 难怪啊 难怪什么 难怪九井先生那么喜欢月秀小姐 嗨 我才不愿意当月秀小姐呢 多累啊 光着脚跑 可舒服了 我看你还是把鞋穿上吧 干嘛 我 我看你也把鞋脱了吧 你要我把鞋脱了 对啊 脱了鞋 虽然这青石板有点凉 可是 沾地气 多好啊 嗯 好吧 我脱 嗯 再比一次 你肯定跑不过我 我呀 让你二十步 你呀 也不用让我二十步 这样吧 我们站在同一条线上 看谁跑得快 怎么样 好啊 预备 预备 开始 哎 九叔啊 这个行李的玩我们啊 老半天不见人呢 哎 哦 二位 二位 坐 哦 管家 李先生的什么时候得回来 哦 实在对不起 二位请再多等一会儿 先吃点瓜子 啊 九叔啊 这个李谦哪 怎么搞的啊 神神秘秘的 哎 做古董这一行 这第一条呢 就是要有耐心啊 古董啊 不好玩啊 哎 你听我说你要记住 一定要比对手多一份耐心哪 我知道了 耐心耐心耐心 先生回来了 哎 他回来了啊 哎少爷您没事吧 没事 酒井先生来了 哦 李谦就这样 好对不起啊 我 李桑 我们的月秀小姐 你今天有事来不了 请多多原谅 月秀小姐 月秀小姐马上就到 马上到 对啊 你们也在这儿啊 怎么这么巧啊 哦月秀 你得为什么跟李先生在一起 李先生 你也姓李啊 对啊 我就是李谦 哦 对对对 我们就是去李谦先生家吃饭 对啊 现在到了 怎么会这样 啊 是这样 我本来呢 开车到旅社去接你们的 没想到 出了点小差错 只把 月秀小姐 给接来了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太郎 你说真巧啊 巧啊 巧啊 巧真巧 对不起 酒井先生 请吧 月秀小姐 走走 把鞋子穿上 九叔啊 你不知道啊 我呀 在人家是不能大声说话的 哎呀 我懂我懂 九叔 我说出来 吓你一跳 我现在是吓人 月秀是不能跟仆人说话的 你知道吗 我是月秀 嗯 对走 嗯 嗯 好不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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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别一副蝉毛像啊 月秀什么都吃过的 这 哎 连双筷子都没有 怎么吃啊 哎呀 还没拿来嘛 真是 你等李先生来嘛 啊啊 人家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啊 对不起 让你们久等了 好帅啊 好 玉秀小姐嘴真是甜呢 好 行 走吧 这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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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没咳嗽 传染 传染 好 请吧 什么声音 那你 我的东西 别想了 月秀小姐真是浪漫的 难怪九井先生那么喜欢你 是是是 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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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全是日本话 对 没错 新华号的船票 他就是九井先生 没错 咱们走吧 咱们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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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 今天我请你们品一下我们家上好的龙井 嗯 哇 嗯 嗯 嗯 这碗好漂亮啊 九井先生 你知道 这是什么年份的吗 你的是说杯子 嗯 少爷 哦 对不起 我顺陪一会儿 这叫杯子啊 不是我呢 什么事 什么事 刚才阿六打电话来说 他们到旅社房间看了 这个人 确实是九井 这是乾隆年间的青花 哦 青花 这是乾隆年间的青花 记住了吗 我给你那么笨呢 干嘛那么羞啊 啊 对不起啊 九井先生 这茶怎么样 龙井很好 嗯 这个杯子底 我看出来了 它是乾隆年间的绿花 嗯 嗯 绿花 嗯 是青花 嗯 青跟绿不是一样的吗 究竟先生 何为绿花 它和青花有什么不同吗 呃 这个的 嗯 当然不同 啊 哎呀李先生 别东扯西扯的了 你不是有很多漂亮宝贝吗 让我跟太郎看一看好不好 还是月秀小姐爽快 请吧 老兄 众人谈话 下人不要打扰 请吧 嗯 嗯 哇 这宝贝都在这儿啊 哦 李桑 宝贝的 还有一件 你没有放在这里 嗯 哇 龙头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宝贝 龙头真的在这儿怎么办 它买多少钱啊 不管多少钱呢 这是没嫁的 你放心 爸要我来偷 一毛不拔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可不要乱来 警察没有啊 不要乱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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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呢 这幅呢 是南宋新契级的勇于乐 嗯 这第二幅呢 是宋代大文学家苏氏的 幻西沙 这第三幅呢 是李白的《寻饮者不遇》 哎呀 我头都晕了 累死我了 他干嘛呢 要买龙头 还要搭三件 你以为买猪肉啊 你懂不懂啊你 哈 究竟先生 意下如何啊 嗯 嗯 李桑 宝贝的 你家很多 究竟先生真是好眼力啊 可以说 我这个房间里的每一幅字画 它的价值 都会超过龙头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说的 我哪懂啊 嗯 要是九叔在就好了 究竟先生 你觉得我们的交易怎么样 嗯 嗯 嗯 这个地 嗯 考虑考虑地哦 嗯 这样吧 这些画儿 你随便挑两幅 哎 不是搭的 是送的 买龙头 还有赠品的 三幅吧 只要你能让出龙头 这墙上的三幅画 全是你的 嗯 哦 龙头的让出 嗯 李先生 你这儿不是有龙头吗 嗯 叶秀小姐 不必再取笑我了 我做龙头 只是来寄托我的相思 既然 今天九警先生 肯用龙头来交易 我已经是望山秋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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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他到底想说什么 他说了半天呢 就要那些字画拿来换我们的龙头啊 哎 我们又没有龙头 噓噓噓 叶秀小姐 不要这样吧 其实 我拿着三幅字画 跟你换这个龙头 嗯 很公平 嗯 先生请用茶 好好好 好漂亮的古董啊 啊 是啊是啊 哎 哎哎 哎哎 哎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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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管家先生 你少拿小心一点地狠滑的 先生这石谷它有鬼呀 把他搬出去 是 九叔 闹了半天他也没有龙头 没有龙头 他要用这些字画换我们的龙头 天哪 我的宝贝 李萨 我弟不明白 请说 这些字画的价钱比比龙头高 你要用那些字画换我的龙头 这种做法很不合理 我弟不明白 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左生一帝这种人没有 只有一种解释 这个龙头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特殊的意义 是啊 家父毕生的愿望 就是要得到这个龙头 可是 知道他死 也没有得到 请问令尊的大名啊 无名之辈 不值一提啊 你也是为了爸爸找龙头啊 我跟你样 我爹他 你拽我干什么 我娘他也是为了龙头 我娘他也是为了龙头 你拽我干什么呀 岳寿小姐对不起 李萨 龙头的事情再谈谈的要不要 怎么说 九井先生要成全我了 这个 嗯 よし 成全得有 太好了 谢谢 甲龙头已经碎了 那我就等待你的真龙头了 嗯 九叔 你怎么答应李先生了 他家里的那几件字画呢 全都是故宫流出去的珍藏啊 只有龙头才能换回来的 那我没有龙头啊 做个假龙头啊 先把这些东西骗回来 九叔你也骗人 你不是说做古丸的 诚信第一吗 是啊 做古丸的 骗人哪 就会被视为行业败类 无法立足的 那你还要做假龙头 丢人哪 我是为皇上而骗人啊 你说皇上啊 故宫这批东西属于皇上啊 现在没有大清朝了 你还惦记着皇上 没有皇上 没有大清朝 是啊 现在的国宝呢 都属于政府啊 属于国家人民啊 喂 私人买卖是非法的哦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做假龙头 谁会做呀 嗯 只有一个人 且慕庸